只要在我们的基础搭配上面加一个条纹 我们的整个搭配就会活起来 但是这些条纹我们可以加在哪里呢 今天就一一的跟大家分享 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 就先拿一个白T加牛仔裤开始 大家衣柜里都有的单品对吧 我们当我们穿上这两个单品的时候 然后我们直接把条纹披肩披上去 你有没有发现条纹披肩披上去的那个时候 我们的整个搭配的氛围感就出来了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也是我们经常在春夏天很适合用的方法 我们一般都会穿一个背心 作为衬衫的打底对吧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背心换成这种带条纹的元素 那么你直接把那种素色的背心换成条纹 其实你整个搭配即便很简单 但它也很粗彩 接下来就是进阶版 就是我很经常在秋冬天转气的时候爱用的方式 我们可以直接加在腰间或者是袖口的位置 比如说当我穿卫衣加裙子的时候 其实这一套我就很想让她穿的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时候 我又不想把披肩披在身上 那其实腰系的女生 咱们可以利用这种条纹的元素绑在腰间上 露出一点点 其实它的层次就已经很好 然后你看像我们其实在这个搭配上面 我们也可以直接用条纹去做一个过渡 因为我们不可能说你春夏天的时候再叠疮不就很热吗 那在这个形状下面 我们就在腰间感觉两个颜色特别亮的时候 就在腰间直接加一个条纹 接下来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条纹的元素放在袖口上 比如说当我们穿得很基础的时候穿了一身黑 你会发现就是如果我们袖口是带有一点条纹的话 其实它这个搭配其实就会比没有条纹看起来会好看很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